我们一开始就提到 今天是在有限的装潢预算内 要完成这个文心的居家风格 那这样子的话 根本不可能动到隔间 对 我们只能在现有的这个房子空间的状况下 再让它更好 在这个空间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房子的房型呢 是大门打开 就帮我们这整个空间切割成两块 那一边是我们的客厅 那一边是我们的厨房 那最早我们进来这边的时候呢 会发现说 我们房子里面其实都会有配电箱 或者是一些网路的 一些弱电箱的一个集中的地方 那刚好就在我们这个雕花板的后面 那么漂亮的雕花板是来隐藏他们的吗 对 所以就刚刚我们讲到说 我们不动格局 但是必要的一些花费 我们还是会放上去 主要让这个空间稍微提升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雕花板这次的设计 就是说我们一样是用现成的一些雕花板 那搭配上白色的烤漆 让它这个质感提升之外 千亿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次的底色不一样 跳得很粉红色好浪漫喔 对 因为也是为了 因应他们刚要新婚嘛 所以我们这次在油漆的部分 就会稍微比较费工 我们先把这个底板 做粉红色的油漆之后 那再把这个白色的烤漆做好 那整个再覆盖上去 老实说虽然我们觉得长垫箱 用这么漂亮的外表去 你可能会想一下说 会不会预算花这边多一些 但其实它下去就是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对 因为其实他们朋友来 或者他们夫妻住在客厅这样看过来 就觉得这边有那种络映兵分 然后粉红色又有新婚甜蜜的感觉 还蛮不赖的喔 对 OK 那既然都没有动格局 我们是在现有的上面让它更加分 那接着这个空间应该也是我们加出来的门片喔 对 因为这个部分进去的话是厨房的空间 那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其实这边没有任何的隔间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冰箱的位置 其实你一进门开门 你就看到一个冰箱的侧边 那可能不是那么好看 对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再加上我们有烹煮的一些习惯 我们可能还是要煮个一些油盐 对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加了这一道隔间 那这个隔间的后面其实就是冰箱 来 我想一下 所以原来的这个实体的墙面是到这里 对 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圆壶出来 就是刚好冰箱的位置 对 那我们因为有可能之后会换比较大的冰箱 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座比较出来一些些 那收一个圆壶的一个墙面 让它整个不会有太多的锐角 OK 刚好这个位置很适合摆一个像这样子的摊柜 对 就让这边刚好就是通往厨房动线的一个 算是隔间喔 稍微一个小隔间这样子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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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